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Lily爱花归 今晚我为大家示范一款花言巧语的盆花 今晚我准备了很丰富的花菜 这些花菜大多数都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今晚我简单跟大家示范 这一枝是荷兰的向日葵 很漂亮的 这个向日葵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个 看一枝开出很多枝 不是很有趣很可爱 看看很大枝 我们做这个做煮花 这一枝很大枝 这一枝是哥伦比亚的白色又粉红的玫瑰很香 香是抱贝 我选了一枝 这一枝是日本的 这一枝是日本的 玫瑰都很特别 都是很芬芳的 这个紫色玫瑰我也是第一次买的 日本的玫瑰都很漂亮的 很可爱 我今晚全部都是花菜 这个很迷你 这个很可爱 这个很迷你 日本小玫瑰 真的很漂亮 我一见到很喜欢 很特别迷人 很娇笑 我选了五枝 今晚的花全部都很漂亮 我的锤鱼搭上去都很漂亮 每一种花都有一个花鱼 每一种花鱼都有一个表达的意思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 这个非洲菇 很特别 今晚的花是五彩缤缤 我什么颜色都有 非洲菇在那里 各各各各各 非洲菇在那里 非洲菇在那里 是正能量 積極 大家都知道 積極 正能量 这个也是日本的 铁线连 紫色的 这个铁线连 我也是第一次买 铁线连 紫色的 一切一切 看看好像鲜鲜 那我们可以 剪得很短 沉上去 这个就是 这三支 都是日本的 这三支是荷兰的水龙船 很可爱 红色的 不看 又有弯弯的 好像龙船那样 那我们是包围着这个中间 包围着这三支 包围着那些花 这三支 好像一个花束 现在形成 这三支 都在荷兰的 白包 没有花姜之前 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白色的很純情 好像少女在跳舞 我们都可以做 我们都点植上去 我们都可以不蘸 都可以 可以不蘸 总之是 随意搭上去 因为这个花都可以来做 迷你花束 都很可爱 因为这些花很多都是比较迷你 我周周围围都沉满它 就是好像一些很纯粹的少女在那儿 很纯粹的 很纯粹的少女在那儿 在这儿跳舞 好了 这两支 大家都很熟悉的 白鹤 那我们 那些白鹤我就剪得很细了 好吗 好 那些粒粒 拆在旁边 剪开它 好了 好了 搭回 我们搭回三支 这两支 还没开的 我们都可以 搭回三支 搭回三支 这两支 还没开的 搭回三支 这一支 花言巧语 全部都是很美丽 很迷人的花 很可爱 我都很特别喜欢的 希望大家喜欢 非常多谢大家一直以来 收睇 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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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